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很多人都认为婚姻是爱情的保障 认为有了婚姻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再也不会失去 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用好了婚姻这个法律保障 就可以拥有幸福美满 充满爱的家庭 如果方式不对 婚姻家庭中的琐事会磨灭夫妻之间的爱情 让彼此之间的感情不复存在 只剩下互相埋怨 今天我们来聊聊十二星座的婚姻里 变新可能性极低的星座 看看有没有你呢 一 金牛座 婚后的金牛座人很安分 包括生活和感情都会很老实 并非他们没有凝花惹草的实力 而是他们选择了对家庭专义和执着 所以并不是金牛座人没有变新的资本 而是他们选择了一直痴情到底 只要他们承诺了相守一生 金牛座人就会为了这个诺言付出行动 绝不会主动违背自己承诺过的事情 因此 金牛座人变新概率基本为零 甚至永远不会率先辜负人 对金牛座人而言 变新可能是一个人的本能 但是他们对婚姻的忠诚却是一种选择 从他们选择和爱人结婚开始 就意味着他们选择了忠诚于这段感情 自然也会让这段婚姻一直维持下去 不管是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或者牺牲多少东西 金牛座人都能忠于家庭和感情 因为他们原本就极具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 相爱越久就越不容易变心 二 巨蟹座 巨蟹座人的爱情可能磕磕绊绊很多 可是婚姻却能越来越稳定 因为他们自己就很害怕失去爱人 所以在婚姻里一直都是用情最深的类型 不管是呵护家人还是维护婚姻的稳定 巨蟹座人都会付出自己的全部 变心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 虽然他们一直都是敏感多疑的个性 可是婚后的巨蟹座人一般更加理性和沉稳 也更加擅长经营自己的感情与婚姻 巨蟹座人结婚后很少主动变心 虽然他们身边从不欠缺异性喜欢 但是婚姻里的巨蟹座人在社交上也会更加谨慎 甚至社交圈子也会逐渐精简 所以不用担心巨蟹座人会主动变心 毕竟他们有着深情不减的自觉性 也有着顾家的觉悟 不管是自己的感情 还是婚后生活的稳定性 巨蟹座都会成为最专注和执着的捍卫者 变心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三、天蝎座 天蝎座人之所以在婚姻里很靠谱 取决于他们的责任心和痴情 他们对感情本身就是明确无烂 既然选择了不如婚姻 那就一定做好了和对方享受一辈子的准备 所以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持自己的真心不变 也有底气和爱人争执而深情的相守到老 天蝎座人本身个人魅力就很大 婚后依然能够让人久处不厌 所以只要另一半不变心 他们的婚姻就能足够稳定 天蝎座人要么不爱 爱了就很少变心 特别是不如婚姻的天蝎座 往往责任感更加强烈 从而对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维护也会更加上心 他们知道如何让家庭关系更加和谐 也知道如何增进自己和另一半的感情 只要对方不主动背叛婚姻 天蝎座人就有信心和爱人相爱一辈子 也有信心打消变心的全部可能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